字幕提供 詩家歌之大夢想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梨 賢文維 大家好 教主陳禮倩 教主 多謝你 也多謝所有的聽眾、觀眾 逢星期六 留守住在這裡 聽我們或者看我們 又或者有些人 星期六可能有Family Gathering 他就在其他日子上網看片或重溫 無論怎樣也好,都要多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我們很努力 每一次的內容都希望豐富一些 或者juicy一些 甚至有些警惕性一些 因為我們都會很留意香港發生什麼事 看新聞 還有KK員發生什麼事 不知為何現在每一天都很害怕被人騙 人心盡失 好像一個臨界點 太多Deep Freak 原來你打電話給我不是你,多害怕 幾十年前怎麼會想到電話響 是會覺得他是騙人的 幾十年前任何電話都不要錯過 一定是家人,最親的人找你 現在十個電話差不多可以說九十九個巴仙 我都覺得是騙徒 之前某個電視節目 AI那個節目 那些人當作是真人 我們還在說不是啊,是真人 我們還在說真的,原來是AI 所以說到一些騙案 又或者說回我們大夢想家 大夢想家會跟大家經常說一些關於家居 設計,室內設計,裝修 大家可能租樓買樓的東西 那這方面呢,好像早前都有些類似的騙案 是呀,是呀,我們家就建設性 就說得多了,不如今天說破壞性 好嗎? 一下子就破壞了你的家 就是叫KK員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有個口頭禪 除了那些電騙之外呢 原來裝修騙是排得很高位的 裝修騙 是不是類似我們先前有些雜數 說是那些裝修師傅 明明收一萬,他就收十萬 這些這樣騙,還是怎樣呢? 我們先說一說,我們前設騙的時間 我們假設他根本在第一天 根本就沒有意圖或者企圖幫你完成了那個工作 原來他不是的 他是很努力去做 但是他做不到,我們又是另一個另當別論 不過,在前排除了KK員 或者很多地方 我們不如說KK員 舉個例子 我們最喜歡說鼓勵不到 在這個鼓勵不到裏面 有個男生就騙人 他們就用這個裝修的方法 例如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他本身這個 這個騙徒 鼓勵不到的騙徒 他本身對這個裝修知識 是一個很充滿 很豐富的 他是有他的基礎的 擺出來 他是全部各樣都對路 就像你這樣 我當然 豐富了 有基礎 又有對路 是啊 當然這個是表面去看 也都要實質看 我也是 不過我有幾十年歷史是一個正人君子 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很重要 你要看回我們前期發生的事 就是那個人他裝到自己這樣 舉個例子我這樣 我真的不懂這些關於裝修設計 但是我就做一些 你知道賊也做很多資料搜集 我就騙你 令到你相信我 是啊 各樣都對路 其實很多因素才能成為這個局 第一 他真的各樣對反 第二 他也有些誘因 誘因是怎樣 包括是便宜一點 這個也有很大原因 用了便宜的價錢去吸引了一個客戶 他就因為便宜 而是進入了這個門檻 然後就慢慢慢慢繼續去做演戲 這個是演戲而已 繼續去接了第一個、第二個、第三、第四個客戶 是一個循環、一個輪迴去接多些客戶 聽說在裏面 鼓勵不到上面 有十幾宗事件被這個騙徒騙了 他也挺聰明的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銷售士 是啊 他可以令到人這麼信任他 光顧他 然後怎樣 然後就收訂 舉個例子 例如單工程是50萬 他收了半訂金 都收了25萬 當然他50萬是比市場便宜10萬 或者其他公司便宜60萬、70萬 他用這些誘因騙了他 都很容易落答 很容易的 明明6、70萬 你跟我說50萬 那我當然要光顧你 你告訴我做同樣的事情 沒錯 不過這個是一個軟打一個軟來的 因為在後面 反而我們多方面看這件事 我們只是看騙徒這方面 但是我們也看客戶這方面 為什麼 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會沽住一宅 會扔這些錢 而且這幾十萬 是你的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幾十萬 為什麼 很多時候這個僥倖心態 僥倖心態是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人經常發生的 你說不是都不是 是真的 很多時候 不要這麼幸運 不會是我的 是的 這兩個經常掛著心 口頭蟬 還有 我先說拉遠一點 我們去光顧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行為的時間 一是品牌營銷 品牌營銷 不用理會 品牌買廣告 DIC 當然 很出名的品牌 不要說DIC 遠一點 某牌子的手袋 很出名 它有品牌 你沒有問題 你就買它的品牌 OK 你的品牌營銷沒有問題 我們是合理的 第二件事 我們就叫做產品營銷 我們產品很漂亮 讓你看到 看到買 沒有問題 對不對 產品營銷也很正常 然後來到這兩件事 就顛覆了我們讀了這麼多年 書的認知 又不是品牌營銷 又不是產品營銷 但是呢 去到一個叫做內容營銷 內容營銷 即是說 你可以由一些內容去光顧 是虛無飄渺的 只是看它畫幾張圖 畫幾個 談幾個件事 那就給錢 這樣就顛覆了我們的認知 即是產品都沒有出來 沒錯 只是講一個概念 一個內容給你聽 沒錯 它就說它有多厲害 有多好 但是這些內容 你又沒有 身為消費者 沒有真實去審視過 它是不是真 或者它有多有疏力 多實正的歷史 它開了多久 它有多少人光顧 原來它做很多假片 我們又不能講了 現在做假片很容易 但是時間性 有些時間是追不回來 雖然那些片是假的 如果它做到這樣的 我也很難說 不過我們除了這些 我們在看多些內容之後 就知道公司的背景 以及實力 它在哪裡 但是我們現在 現時很多大部分的顧客 就會跳走這裡 跳走所有的東西之後 一跳就跳進去 連顛覆了我們的內容營銷 然後它又光顧了 光顧之後 就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這些 所以《潛覆新聞》也有類似這些 但好像那個是關於 有些感情的東西 是不是 是啊 又多了一點 新花神 它還多走一條路 就是 講句不好聽 就是別財騙色 譬如我這樣 我追了你 嗯 然後就 找我開公司 我找你開公司 然後所有的責任就在我那裡了 所有客戶是幫助我的 然後你便走了 所以剩下的爛攤子呢 你就是因為公司的股東 是 所以你就撿這個爛攤子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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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可以拍拖的 是的 為了拍拖我相信你 愛了你 但是接著我就要接受了所有 你為留下來給我的東西 這些都 真是 人間慘劇 很慘 所以你說對於人的 怎麼還可以這麼容易可以相信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要 多一點 自己冷靜一點 去到 去到 走每一件事 或者做每一件事 不過呢 我們不可以這麼快跳到結局 稍後回來 我們可以講一下 剛才我們所講的 消費者的時間 應該要怎樣去選一些公司呢 我們只講事件沒有用的 我們都要講一下 怎樣解決 以及怎樣選擇公司 好嗎 好啊 回來 我們用多一點時間 去解釋一下 消費者行為裏面的一些巧妙 剛才說得 我想去深化一下 講一下這件事 其實銷售的 Marketing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都很注重 所以呢 是值得談一下的 剛才提過 一個叫做 品牌營銷 品牌營銷之中 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想成為一個終極目標的 品牌在這裡 應該不用擔心 也可以借鏡到 其實客戶真的會想一下 有品牌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人家做了幾十年 或者一段長時間 這麼辛苦去打品牌 是為甚麼呢 是為了給大家覺得 他這幾十年來 都是服務社會 用心去做 如果做了這麼長時間 他都是用心的 那他的品牌 是否應該信得過 都是的 比如我用回我的角度 我光顧一個產品 我也是 品牌令我省了很多時間 沒錯 再講一下 品牌營銷裏面的資節 甚至可以推出一個叫做 飢餓營銷 飢餓的意思就是 你不光顧你 我是你品 或者是 有些虐待營銷 你是要等我 類似諸如此類 其實這些 全部我們所講 就是我們見到的現象 我們不是特別講甚麼 不過你沒有這樣的品牌 你也沒有這樣的 當然是BARGAN POWER做到這些事情 那倒是 如果不是你機我 我幫襯提過 我為甚麼要幫襯你呢 我是要等你的 當然我們今天 只不過是講講 一些銷售學裏面的事情 有時都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個的營銷 我們叫做產品營銷 產品裏面大家看到 那件產品真的漂亮 是贏了的 你給錢去買它 你出事的情況是沒有那麼多 是 一買一賣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買了一個 不值價值的東西回家 我用它是長遠的 類似這樣的想法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例如我買一個電器 一個水壺 我看到它漂亮 這個產品我就喜歡 是 容易明白 沒錯 未講到下一個營銷 我想提一提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是一個叫做 教主營銷 沒錯 類似 叫做情報銷售學 情報銷售學 就是資訊性上的營銷 其實是情報 真的可以講到情報 因為賣一些貴的東西的時間 是很難去宣傳的 很難宣傳的 譬如一些尤其是很貴 很明顯 在市場上 它沒有什麼推銷的 譬如某些品牌 它都沒有自己的陳列的陳列室 那它會怎樣 用情報去做 我忽然間知道 啤梨想買一架超級豪跑 你豪跑都不是 經常有show room 你有產品也未必贏 不過 我就想辦法找個地方去撞啤梨 例如我去匯宿 下電台 下電台 這個有錢人在Golf Club 我又去Golf Club 這個有錢人經常在埋頭虎角剪片 我又去大家看著你 打個招呼 Hello 其實我不認識你 大家每天吃早餐的時間 我便會在旁邊知道 接受到知道這個人 他需要什麼 而是稍後找個機會去推銷給他 這些我真的聽過 有些人去那些很貴的 什麼會 什麼會 就是有機會談到一些生意 回來 是的 有些老闆經常去游船 或者去Cup 當然不是我 我也很想去 但我也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我都是走到去 我都走到去 我自己都周身不舒服 需要我代你去嗎 下次 我去找你 我知道我找到你了 因為我知道你有這個需求 我亦都趁這個機會 原來我經常遇到啤梨 忽然間有一天 我就和你真正打招呼 喂 我們現在最近有什麼產品 我們不是以前認識的嗎 那你就經常見到我 那你就當了一件事是真的 很親切感 心理學也有一個現象 有一個親切感 這個informative 或者情報銷售學 是用情報之中 你最近想買一層樓 你最近想買一輛車 和買什麼名貴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是在空中的 你都沒見過 那我們就可以完全賣到給你了 這些不是你們的方法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個在學術上都沒有的 你認為有一種這樣的銷售手法 這是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情境 那我想問這一種銷售手法 在你的角度來看 沒有好與壞的 不過是一種手法 沒錯 我們是一個討論 和和大家的觀眾 聽眾 大家去討論一下 我真的有機會 你附了我很久 最後你賣的東西給我 都是合乎情理 亦都合授 亦都保险的 沒錯 那好了 到了最後一種 其實還有很多種 今天我們講的篇幅 講短一點 就講到內容營銷 內容營銷是一個 是不停的推送資訊 尤其是現在 在這個資訊時代 是很合理的 不過很多時候 客戶就疏忽了一點 大家都知道 內容營銷是成功的 只不過 這些內容裡面 有沒有是不對 假 或者是重複 用一些很有因 便宜 快 或者我是原產直銷 原產直銷 就是我 你多給一個理由 我是工廠 賣給你 就是最便宜的 我不敢說 工廠的東西不好 不過 拜託 大家不要罵我 不要扔東西過來 我幫你擋住 我的意思就是說 拜託你檢查一下 工廠 他有沒有是真的歷史 是不是AI做出來的 諸如此類 或者甚至乎 他在法律法規上 有沒有問題 說他不好 你做了僱主 請了他的人過來 有事 這是很大的事 例如他的工人在你家 做事的時候 先不要說他有沒有證件 其實沒有證件 就死定了 現在都很難上樓 即是在大廈保安 都截了你 無論如何 他有辦法 走樓梯上大廈 你家裡安裝 或者做事 做裝修的時候 有事情發生 你就變成僱主 這樣也是 最近我真的有些家人 他們要處理一些 類似收樓裝修 樓下 即有時候有些什麼人 進去間屋 真的不知道 我光顧了這個人 這個人 就多帶一兩個人來 他帶了一些人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人 是的 這個僱主的責任 我們就覺得 都應該要詳細解釋一下 這樣 不如我們先喝茶 好 好 我們繼續說 僱主責任 因為剛才 我們上一節說到 原產直銷是真是一個好理由 一些東西便宜一些 亦都給到一個原因 自己去做決定 但是背後帶來很多東西 譬如 因為你沒有經過一個公司 而去買東西 現在公司 就不是香港境內 會出現了很多問題 還是不要飛東西過來 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 有很多人不想 就不會發生 以為不會發生 但是 請大家解決它 但是意思就是 你要去買一些東西 你自己已經身為僱主的時間 你會請了一些人 到你家裡安裝 去做事 安修 會出現了問題 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可能很便宜 在哪裏哪裏 運過來 然後就這一間 只是幫我安裝櫃上去 沒錯 其實香港人是聰明的 不過有時候聰明太多 就會帶來很多問題 這件事又有什麼危機 首先他僱用了非法勞工 如果上來那個人 不是香港本土的 香港身份證 譬如說舉個例子 我當教主先 當教主 不是現在的教主 就當我 當我當我 我和你談 我收你錢 都去做的時候 不是我的 我找過阿叔 這個阿叔 其實就未必是 不是香港人來的 是的 甚至是派他自己的員工來做 首先你已經犯了勞工條例 你會出現了一個 就是僱用非法勞工 而且香港人很大罪 而且 坐牢的機會是很高的 這個是關於業主事 業主事 是僱主的事 也是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坐牢 直接是坐 不要想著有其他 priority 給你 什麼保釋守行為 或者什麼 是沒有的 我再問多一次 譬如說 如果我這間屋 我是業主的話 我付錢 即我是僱主 如果這間屋 我是租的 我租這間屋 不過我又請了剛才那個人 因為我是僱主 就算我租這間屋 我是僱主 都有事 因為你是第一身去聘請 但當然 這些小小的法律上面 你正正規規去光顧一間公司 如果那間屋是合規的公司 最好就是有品牌的公司 那就是合規的公司 有品牌的公司 他比你害怕 他會幫你守住所有門口 有什麼危險性 好 先說犯了勞工法例之外 還有第二個恐怖事件 就是 他如果有什麼事出了事 例如工業意外 更不恐怖 即是擔心 這些 工業意外 你要承擔所有這件事的後果 責任 譬如說他幫我安盞燈 他跌了下來 跌斷了一隻腳 沒錯 然後他就claim我一小腳 claim不claim到我真的不知道 但那個責任一定是你的 一定是我 因為你已經是僱主 還有他還是非法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但事實這些案例是有的 是多的事 我不是很大壓力嗎 所以千萬不要抱著一個僥倖心 好彩 不會是我的 不關我的事 因為不關我的事 這個字很容易說 但到真的關你的事 你不能夠獨善其身 你不可以說 走了就算了 這個就是叫做 光顧一些可能沒有信譽 或者可能比較一些 沒有歷史的公司 但是剛才說到有些 譬如爛尾那些 都同樣發生的情況 你光顧一些沒有信譽 爛尾的情況很容易 要走就走 好了 我們也推遲那個騙案 坦後一點點 我們的被動爛尾好嗎 被動爛尾 其實我們經常說 如何是被動爛尾呢 其實在賣出來的那些 那個人也是不想爛尾的 因為他是真心誠意做這件事 但是他真的不太知道香港的文化 即是你這樣 我光顧你 你不想爛尾的 是啊 他不知道什麼叫香港文化 意思是 香港其實你不要說沒有要求 其實香港做得精明的香港人 而給了錢之後 怎會沒有要求呢 不過又是說得不匹配那件事 他本身就很 講緊 我梳力一點 我實際一點 可能3萬8元的貨品 他可能拿15萬的要求 因為本身要用15萬買的東西 他今次僥倖用3萬8元買 買了不是等於完 但是很可惜 買服務提高者 他以為3萬8元能夠滿足15萬的要求 所以落差就出現了 在這個情況下 他又搞不定 又不知怎樣做 退了 退了 都不是國家的事 不是一個邊界的事 你就難尾 或者我仍然在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交給你 我3萬8元賠給你 我一毛錢都不要 但是未必能解決到這件事 那也是難尾 就算我付錢你也是難尾 是啊 而且這件事就是一個家 又不是唯一的家 這件事搞來搞的戰場都是你這裏 在你的屋裏面 這個是被動爛尾 慘啊 這些 但是 首先 如果再說回 如果3萬8元 他賣到10萬 可能會滿足這件事 但很可惜 現在大部分 我們全部都是以便宜 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但竟然有人相信 這個恐怖 給錢的人當然是想便宜 有什麼人給錢的 經常說 不如你收貴 我多些 沒有 很少的情況 人給錢都想便宜 所以 我又體慮 為何我這麼血血肉肉說 我不是權威 不過我真的遇到很多這些案件 亦都是 很多時候打電話來 問我們怎樣去完完 你的意思是那些案件 可能有些客戶打給你們 他就是已經經歷了 爛尾這一個 沒錯 沒錯 我們在做不到什麼 中間真的做不到什麼 不過 在這個 治未病的時間 我們就盡量把訊息 大家分開去給大家聽一下 我想問 在一個 叫做 工程的角度來看 一個爛尾的項目 是否更麻煩 由第一次開始做的項目 如果做同樣的項目 絕對是 沒有其他 因為 其實包括了一個 道義上 道德上 我們 其實以前的古老年代 就是 直接不會接手做這些事情 因為 他覺得 我們沒有理由接了別人的 我們不知道別人的前因後果 沒有上文下 你中間拆入 其實是死無對證的 我記得你以前曾經在節目裡也有說過 你們 叫做 以前的行規就不接了 那些人就變成很慘 很孤雲 沒有人幫他救他 是啊 現在開始都有人接難 美肯嗎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肯接的我 我就說分享一下一件事 你肯接的 現在都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我們最初都很抗拒 也都克服了很多困難 我就用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自己是 不要說到這麼文觀 或者什麼 我們覺得都自己去學多些東西 懂多些東西 或者去接觸一下 第一個事件是什麼事 我們才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出來 或者去解決 公司經常都說 有一個願景 就是為我們的客戶作一個強大後盾 還有伸延到 希望可以改變到外界對我們這個裝修行業 這麼差的印象 作為一出努力去改觀他們的感覺 這是我的理念 既然我捨得低來 我是盡量去做的 這個我真的客觀地說 我真的親身感受到教主 真的有一個很正面的一個理念 每一集裏面跟你聊天 我都逐少逐少感受到 找一個有責任感 有正向思維 還有有社會責任的公司幫助 或者合作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一會兒再分享 好 稍後我再分享一下 剛才我說的那件事 用一個例子可以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好啊 回到來我又要分享一下 用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被動難尾之後 我們會願意去再接這宗工程 或者去主動介入這件事 為什麼 其實我親身聽這個電話 因為真的有緣分 一個實質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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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 這個也是客戶 或者受害者 其實今天都當作是朋友 他也看到有血有肉 看著我們整件事經過 最慘的是 客戶對人的人心虛脅 沒有信心 他因為已經被蛇咬了一口 現在任何人走過去都是賊 都是鬼 他就很害怕 我呢 很高EQ 也都是 覺得很奇怪 因為聽那些說話 都不太好聽 因為他這樣聽日 我們都不怕 因為當日他真的很害怕 他不是故意的 我就幫他一路理解了 了解了情況 我去到他家裡 最大令我感動的就是 我看到他有兩位 兩個兒子 對人失了信心 這個是一個年輕人 十五歲 十幾歲的小孩 對了一個人失信心之後 他是影響了一輩子 我就為了這個誘因 在這件事中 做到我自己最好 很痛苦 也很困難 但是事情很完美去解決了 還有又多了一個朋友 但是最大的得著 就是令這個小朋友 對人有信心 哇 這個不只是單單接一個叫做 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不是一個job的問題 我自己都很大滿足感 但是我存在感 我覺得自己的存在感 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小朋友 已經是再信人 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一個全國 不是個個都是騙徒 不是騙徒 還有自動有神的幫助 這個受害者 找我之前 就是做了一個祈禱 希望有人幫到他 然後我就聽電話 有時候這個很多是巧合 不過這個也是過後 告訴我 亦都是把這件事 大家去解釋一下 原來難尾是很痛苦 不好很難搞的 不是每一次都不幸運的 希望最好不要讓他發生 我要恭喜這位朋友 可能他說不定在聽我們 或者你都看到 可以留言的 真是恭喜你 謝謝你 亦都是這麼支持我們 是 我們最後被動爛尾就說完了 我們說了主動爛尾 主動爛尾 和片段沒有分別 在古利吾島那裏 發生一件事 這個人就是 由第一天 他已經預計了 用便宜的價錢 剛才我再說 又是有配合了一些客戶 或者是很不小心 或者是沒有聽我說的內容營銷 這件事 就相信這個人 亦都不會說 為什麼不檢查很清楚一點 一兩個媒體上面的圖片 就給了錢 無論如何 他給了錢之後 就會發生了一件事最慘的 就是上來拆了你的房子 接著拖你四五個月 接著就慘了 錢又沒有了 還有一間房子 有四五個月 沒得住 這件事未完成 未發酵 繼續下去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間利用別人的名字 開的公司 就承擔了所有的責任 但是 我個人認為 在古利吾島那裏 以香港的思維邏輯 發生下去 這個人是會投資悠悠的 是嗎 是呀 這些都是很厲害的 藉由商業騙案 所以說騙 除了騙一個partner 除了騙一個partner之外 事實在香港的思維 發生的 鼓勵不到這件事 他在法律上 是很難告得入的 那倒是 我想問 譬如我跟你開了一間公司 我要脫掉這間公司的股東之一 才避到那個責任 沒有了 因為已經發生了 沒得脫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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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當 現在不是說 他的partner的受害者 我就說這個騙徒 是呀 我站出來 我站出來面對你們 只不過呢 他雖然自己是一個騙案 但是在當日呢 他真的是有開工 有人跟他開工 動了工 還有那間公司 最多就是破產 他是可以大條道理 告訴大家 我是真誠相信 我自己是做到的 但是某些原因 我資不抵債 我是努力繼續去做 如果在某個法律的層面上 你知道我不是很厲害 不過我對香港的法例 我都希望自己去認識多些 包括警察 海關 屋宇處 很多的法例 我都消防 我都盡量去讀 盡量去學 如果他真誠相信 即是他說 他一個原因 我講的是 是鼓勵不到的法例 鼓勵不到 他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真的開了工 而是他不是 他真的很厲害 如果他完全不開工 就真的可能會中招 可能他拆了水喉 走下去都算開工 是 現在大家都會在一些小微的抽屍 剝簡裡面 會不會犯了一些小法例 可能會中招 但是那些錢都很難拿回來 或者你要告到他不能再害下一個 都有些問題 即是說 我告訴大家 這個騙徒是繼續 透一透氣 將來會繼續 鼓勵不到 騙大家 唉 我想所有的聽眾 大部分 你們都是跟我一樣 即是 普通一個 住在自己的房子 想裝修好房子 希望你們不要遇到這些 這樣的騙徒 沒錯沒錯 如果真的 不介意的 大家可以多打電話給我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也是這樣說 不是說要經常都想著錢 用錢的 大家都是想賺錢 但是金錢以外 難道我們就是生存 只是為了錢嗎 還有 都真的幫到的 我幻想回 剛才你說的那位客人 他已經沒有了信心 已經弄了很多次 被人騙了很多次 無論怎樣都好 我家屋都要弄好 我才可以睡覺的話 我真的都需要你幫助 沒錯 就不視乎你說不要了 有噩夢了 賣掉也是一個辦法 都要很多事情煩 或者很多原因 我不想賣 對不對 都是說回頭 大家在之前的功夫 搜集的 是做多一點 因為這個情況 都是一個老生常談 我們每個十年都會發生 但是重新重複發生 問題就是怎樣呢 大家沒有老一輩的人的經驗 我就老一輩 隨時找我 可以提議你 另外就是 他給了很多誘因 做錯了決定 我直接再問一句 讓大家清楚一點 如果真的有爛尾樓 就在我手 自己的房子 找人來幫 你是會幫的 幫一定幫 不過在什麼情況幫 我都說了 我和你聊聊聊天 或者給一些法律意見 或者任何一個 我們已經覺得 我們講得到的 做得到的 都全力會去幫忙 好了 大家記住 就保持這條聲 保持這條片 然後你找教主的時候 你如果是有爛尾 你就回答這一段 就給教主聽 教主你說幫的 我現在找你幫忙 是啊 我亦都很希望大家有很多 其實做義工是令人快樂的 或者開心 不是一定義工 大家去 大家的同行同業 存起來一起去處理解決這些問題 會令大家快樂 在這裏要多謝教主 對社會做一些好事 身為你的一個夥伴 我都感到很榮幸 多謝多謝 盡力 我們這一集就時間到了 約定教主 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設計情報中心 作為禮建德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屬成員 二十多年來 一直自力提供 專業可靠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服務